第二种case就是我们的ETA2 这个是一个perfect的conductor的情况 OK 那这个是一个perfect的情况之下 你就注意看 那ETA2是等于0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我们会看到 这个ETA2是等于0 这一项等于0 这个是等于0 所以这两项 gamma 就是等于负1 你看到了 它是total的reflection 而且这个正弧是刚好 跟路设的正弧是相反的 然后它的透色呢 是等于0 这是我们之前 通通已经看过的一个例子了 只是你现在在这边 你就是一个special case 他就要说 你之前你全部通通不懂 那没有关系 这个例子已经把你全面所学的东西 全部都包挂在里面 好 再来 再来 Case 3 Case 3是之前没有看过的 我们说 它是total的transmission 是没有反射 是没有反射 no reflection的情况 那这是什么条件呢 你现在注意看 你现在注意看 我说没有reflection的意思就是 gamma的垂直 它要等于0 它要等于0 那gamma垂直等于0 在什么条件 就是这个等于0 对不对 那这个等于0就是 ETA2除以cos的c tt 是等于et1的cos ct 那换句话讲 你把它再进一步的来看一下 我们说cos的c t 实际上是等于1减sin的平方的c t的 开根号也就等于1减n2平方 分之n1平方的sine cta i的开根号 这应该没问题吧 那我们会发现 一件事情是说 我把这个关系式啊 OK 我把这个关系式呢 这是cos ct的部分 那它等于 这个跟sine cta i的关系 就放进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ine的c t是等于1减cos的平方的c t 把它直接写成平方好 那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平方减掉它的话 是等于1减1减1分之1分之2的平方 平方c t的t 对不起这是c tta i 对不起这是c tta i 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 这时候的路射角是多少 所以我把这个是写成θI好了 那这个时候的θI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B name 就是price angle 我们把它写 它是等于θI 那也等于 一减 我把答案给你们好了 我们自己去算一下 一减μ2 分之μ1的平方 一减μ2 一减1 μ1一减2 这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就代表的是 当我的θ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完完全全 电磁波一进来 全部通通透射出去了 完全没有反射 这个反射的部分没有 这个angle我们叫做brist angle 但是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要达到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如果不是磁性戒指 μ1是等于μ2 也等于μ0的话 那你绝对不可能达到 因为μ1跟μ2 都相等的时候 这是无穷大的 那这个θ不存在 OK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如果我是 θ1等于θ2 你既然是磁性戒指 不是磁性戒指的话 那你brist angle不会存在的话 那我说好 这两个戒指是磁性戒指 但是它的界链常数是相等的话 μ1 不等于μ2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sine的平方的brist angle 它就等于 这个一除下来 就变成是 根号1加上 μ1除以μ2分之1 OK 这是 对 没有平方 这是我们的brist angle的指 那换句话说 在这里你已经很告诉你说 你要达到你没有反射的条件之下 它可能是在一个 这个界链常处差不多 或者相等的情况之下 但是它可能一个是磁性戒指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的情况 那你接着要看的就是 parallel polarization 那parallel polarization 其实跟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 唯一的差别就是什么 你的电场现在是 什么方向 电场 电场现在是什么 平行这个 路色平面 所以你现在的电场 我可以定义它是EI OK 那 一样的这个电场 ER 然后ET的部分呢 这变称是 那也是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那接下来的步骤我不做 让你们自己去做 我把所有的结果 从这个点开始 OK 我把我ET 比EI0 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的 反射率的部分 但是你现在是什么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那它的结果呢 是等于 我把结果写出来 因为它跟它是会有不同的 两个condition会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物理现象 产生出来 如果说 它的结果是等于 ETA2 cos的θt 减ETA1 的cosθi ETA2 的cosθt 加上ETA1 的cosθi 这个 也是我们 FlightSnail 的equation 然后 然后 透射率的部分 这是ER 不是ET ER ET0 EI0 EI0 那它得出来的话 是两倍的ETA2 cosθi ETA2 cosθt 加上ETA1 加上ETA1 的cosθt 这是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透色 喘色的coefficient 加1以后 跟透色的coefficient 在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里面 它多了这个factor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一样的 我们先让我们看一下 我说在这个条件底下 我如果 希望来看看 我们刚刚说 Case1的话是 normal instance 那 那 normal instance的话 cθi 是等于 cθt 是等于 2分子π 那你看到 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的时候的话呢 那 这个是等于 cθi 跟cθt 是等于0啊 这是0 你会发现说 normal instance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 pare of polarization 不可能 因为你 你这个normal instance的时候 那 你只可能是什么 这个 propendicular pare of polarization 的 一个存在而已 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看到 我说 基本上面 我们来看 Case2的部分 Case2的部分的话呢 ETA2是等于0 那ETA2等于0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ETA2等于0 就像等于0 这个等于0 所以你的γ平行的部分 是等于-1 然后tau 平行是等于0 是等于0 OK 跟它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一样的来看看 我们看 我们total transmission的时候 是什么条件 我们说 你的total transmission 那我们看 那现在你看到 你total transmission 就是你的γ 跟它变一样的 γ平行是等于0 那你γ平行等于0 就是这个条件 你要存在 ETA2 cosθt 要等于ETA1 cosθi 所以你可以得到 sine平方的θ bless angle 它是 parallel的情况之下 你得到的结果是等于 ETA2比ETA1 的平方-1 ETA2比ETA1 然后N1比N2 的平方-1 也就等于 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个结果呢 你现在在这里 转换成 etA2 mu1 etA1 mu2 减1 然后 etA1 etA2 平方-1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现在看 如果 mu1等于mu2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结果是说 mu1等于mu2的时候 你不管是不是在 这个灰磁性戒指的时候 它通通是无穷大 但是在这里不会了 mu1等于mu2的时候呢 你会把它消掉 然后再把它除掉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sine的 beast angle 如果在pare polarization里面 是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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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之1 这是一个 你在平行偏激化的时候 你会有total total transmission的条件出现 但是在这里面的话 它没有的 ok mu1等于mu2 即使不等于mu0的话 它还是不存在的 ok 这是第一个 对不同的一个地方 对 有没有问题 啊 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你们可以去做图 哦 随便取一个例子 然后你把c ta i 带进去 去求c ta c 你把这两个值去做图 我们说你可以做出你的c ta i 对gamma平行 跟c ta i 对gamma parallel 这两个做图 那你去做图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对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的 我们说 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它的垂直偏激的反射率 永远是大于水平偏激的反射率 水平偏激的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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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没有偏激化的光 那没偏激化的光就是包含水 垂直的偏激跟水平的偏激都有的 那这是为偏激化的光 那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个光 如果你是垂直的偏激 如果你是垂直的偏激 一直大于你水平的偏激的话 那你会希望一件事情 假设我现在要戴一个太阳眼镜 戴在这里的话 OK 那这个太阳眼镜的镜片 应该要怎么办 譬如说你在大太阳底下 太阳照射到地球的表面 然后反射回来 好刺眼的光线 你希望是立掉大部分的光线 对不对 当你要立掉大部分的光线 那个大部分的光线就是什么 垂直偏激化的光 所以你这时候 你的太阳眼镜 你就可以设计说 我要把大部分的垂直偏激化的光 水平偏激的光 立掉 我只剩下 水平偏激的光就可以 所以 你们就可以看到 你的太阳眼镜的话 如不同的静变 它可能 通过太阳眼镜的静变 以后的亮度是不同 那它就是立掉的 这个 Polarization 不同 如果你立掉的是 垂直偏激化的 那你就剩下 水平偏激化的 那就是比较弱 光线非常的暗 如果你是立掉的是 平行偏激化的光 那你就是留下来 垂直偏激化的光 那你进来还是大部分的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第一 几个 概念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我说 既然你的偏激化 伽玛的 Polar 跟Polar 是不一样的 的光细的话 那我就可以去设计什么 设计 我的路射角 OK 我的路射角 让某一个偏激化的光线 偏 穿透过去 过反射回来而已 穿透的就是用Gamma Tao 那reflection的就是用Gamma OK 那我就可以 一束光进来 然后 经过某一个Uncle的时候 我只留下来 某个 这个光线 那这个 这个角度 如果我希望是 全透色的 那就是我们的Blist Angle 那我可以去设计 我的Polarization 在不同的Blist Angle的时候 有一个水平偏激的光流下来 或者是垂直偏激的光流下来 我就可以把光分开来了 它的Polarization分开来 我们把这样子的叫做 这个叫做一个Quarter Window 某一个小的窗 让你的光线只留下某一个 比如说我让它全部的 这个是Polarization的 全部通通没有反射了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Total Transmission的 通通这个角度 如果它是Blist Angle Polar 那你就是只有Polar的光全部什么 Transmission 没有反射 反射回来全部就是什么 垂直偏激化的光 这样了解吗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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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